大家好 很高興每年可以回台灣 然後我知道今年可是 就是一個不一樣的一年 林樹豪又回到台灣了 剛抵台便前往記者會現場 分享今年首奪NBA冠軍的心情 我被交易到老英隊 我不會猜我2019年會是一個Champion 然後當然可以有這個經驗 就是非常高興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記憶 關於未來紫蘭發展 林樹豪似乎不慎擔憂 當你過你的生活 一定會有一些很快樂的情況 也會遇到很多困難的情況 還是我自己還是用一樣的方法 overcome 這些 obstacles 還是相信上帝的計畫 然後也是一直每天希望可以自己做好 很認真的準備 被問起奪冠的心路歷程 林樹豪表示將在週六的分享會完整揭露 大部分都會講這去年的經驗 比較obvious的reference 就是當你有一個夢想沒達到的時候 怎麼去挑戰你自己 或者怎麼進步 或者怎麼看這些經驗 而林樹豪分享會等待的藝術 將於新北市新電美和堂舉辦 歡迎鎖定本台官網及臉書同步直播 的確保 放好 我為了